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崔庆 哇精彩精彩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精彩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当市场上很多人 在担心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在担心的一个华为事件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 当很多人在担心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不仅大盘日数 就如同我们的一个规划一样 再度的一个反弹上涨上来 包括这一路以来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一档接着一档 让你贪他脆脚脚脚 你可以看到 我在那日上我就跟他说过了 这个行情你根本就不用怕 你就根本就不用担心说 这个指数会跌到哪边去 很多人看到这个外资在卖 外资在做调节 但是你要想想看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是谁在当家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就是内资当家 中小型转机股当道 你想想看 不论是从讯息面来看的话 美中贸易战双方 大陆也释放出一个 释放出一个善意的回应了 所以美中贸易双方的一个贸易战 已经开始转区的一个 正面乐观的一方了 包括的一个美国联总会 预期在12月升息一马之后 然后明年可能会有暂缓升息的一个动作 加上年底法人作战 集团作战以及该工行情 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之下 从种种的一个迹象显示 在在都有利于什么 有利于后市台北股市的一个发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很多人在担心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就跟他说过 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现阶段就是涨股不赏市的行情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在小威力的一个操作方面 我们偏多操作上来 今天在天宁盛 包括在个股的一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 从过去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那么包括每一天早上 老师都会在9END上盘前 我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要怎么看 这都是每天早上老师会争取 国际一面 以及讯息一面 各方面的一个讯息 透过9END免费大平台 跟他来做分享 让大家能够充分及时掌握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台股行情的脉斗 以及个股的一个涨跌的一个契机 包括的一个大阪的一个方面 很多人担心会破底 你看现在的一个这样 行情又开始怎么样 这一步的行情 就是在做一个震盪主体的动作 震盪主体是为了什么 震盪主体是为了扭转均线 震盪主体是为了能够走更远的路 甚至你可以看到ODC的一个贵买指数 都已经率先怎样 反弹大涨上来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不论是在这一波 我们从10月29号 我们陆续带着会员朋友 全力锁定布局的买进的一个股票 第一波从9400到10148点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论是在第一波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第二个阶段 的一个这样陆续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一档接着一档 都能够让你一路的一个开心赚钱没有烦恼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续静元的一个环球星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211啊我不是买在400多块买在500多块啊 过去有多少人买在400多块买在500多块 就算了最近缓弹上来 也等于是怎么样这等解套而已啊 甚至都还没有办法解套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高档开心 获利换口袋211块买回来 然后285 286 305我继续再买 这一波段就如同我们规划大涨上来 当大涨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又开始要去追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很麻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11月30号的时候 大涨上来我们要带着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趟的价差 从211到最一波大涨来到398 这样一张的价差 除处就达到多少 187块 187块是多少 不要多啦 10兆就好了 高档会员随便就是一二十张二三十张 那你可以看到一张价差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让你可以开心大赚187万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拉回来 你可以看到拉回来 我也告诉你320 我再度把他买回来 但是很多人往往就是这样 看到涨的时候才要去追 不论你是买这370 380 390 你看到涨你才要去追 那么下次再拉回来 你要怎么做 下次再拉回来 你是不是又开始怎么样 要卖在不该卖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值得你的信赖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 拉回来你看320 我再度把它买回来 包括核心也是一样 也是在这一波 从低档一路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大涨上来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我加码当我把它开心获利换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一趟 从28块到46块 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 足足达到多少 64.3% 64.3% 你不要多了 一百万就可以让你开心大赚多少 超过60万了 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拉回来震荡拉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又在担心 哎呦会不会再下山 会不会再破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40.9% 我再度出手 我再度出手 结果你可以看到最近又开始怎样 慢慢的一个这样 加温的一个走高上来 甚至啊 在包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被动元件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被动元件 比如说像华欣客 我买在什么地方啊 我买在121 121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买进之后 是不是照着我们规划一波大涨上来 但是大涨上来的时候 来到11月30号 哇大涨来到206块的时候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我要带着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但是很多人往往看到大涨的时候 才要去追 大涨才去追 结果你可以看到你去追高的话 结果你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天 又噗咚噗咚的一个跌下来 情何以堪啊 从215这样跌下来 到今天最低点 一跌才几天时间就跌掉54块 你去追高 然后刹下来一跌跌了54块 一来一回你自己去想想看差多少 甚至包括国际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国际这一波大涨上来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我说11月30号 我已经陆续啊 带着我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大涨来到400多块 好多人看到大涨了 这支铐票 打底完成 打底完成 可以进场 结果进场结果怎么样 再下沙回来 再来怎么样 再来打另外一只脚 你不要小看啊 光从这一段的下沙 从415这样下沙回来到今天低点 这样才几天的时间又跌到107块 你买在轮廓 你跟着我们脚步买在10月31号 305块 这波大涨上来你是开心赚 但是如果你看到大涨的时候 你才要去追高的话 这波下沙下来 你可以看到光是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就得到107块 107块 一张就107万 只丢到107万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 开玩笑啊 甚至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老师陆续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你会发现我们都是有一份争趣 就说一文化 照拼照走 一切都讲在前面 绝对不是看到今天哪一档股票涨停满才来告诉你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神盾今天让人涨停满 但是很多人是看到今天涨停满才来告诉你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什么时候我就跟他做分享 不论是在台北的讲座上 11月18号台北讲座上 我就领先市场跟你做分享 甚至在LINE的上 我也怎么样 我也直接公开跟他做分享 你可以看到啊 光是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当时候跟你做分享的时候才在多少 100多块 现在已经来到200多块了 为什么这一段的一个神盾 神盾一号 为什么他能够表现得这么强 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嘛 产业趋势的一个转变嘛 过去做电容的一个指纹 现在已经怎样转进到光电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指纹辨识系统 不论是在价格 比过去的电容还要提高三到五倍 不论是毛利获利率 都渴望带动公司营运的获利大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选股 我们是怎么样选的 我们就是这样啊 先从产业面 我们找到具有怎样成长力气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体裁 具有成长力气的一个股票 然后从成长画梦 技术面筹码面 帮你找一个怎样 最漂亮的一个买点 以及卖点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光是这样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价差都达到多少 都超过六成啊 甚至啊 甚至啊 这一路以来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加金 烫化系第一标的一个加金 3016的一个海角7号的一个加金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老师在选前领先市场啊 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的真正好股票 当时有拿到这档股票 有将近500位的一个好友们 都可以帮老师做现证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操作的多棒啊 不是现在操作的棒啊 不是大涨上来才告诉你啊 很多人都是看到大涨的时候才要去追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从去年开始啊 应该去年了 应该去年了 当时候在38块3 老师领先市场跟你做分享 分享之后你可以看到一路 从三字头到多少 九字头 会告诉你爱赚多少 由你是来做决定啊 对不对 在年初的时候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一趟上来 价差达到多少 1.10倍啊 然后最近啊 拉回来机会又来了嘛 机会又来了嘛 我就告诉你嘛 老师也不吝啬跟大家做分享 直接把这一档情价 后果表直接送给你 当时候在11月22号42块 我带着我全国会员朋友买进 但是你能在哪边我不晓得 今天只要你是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只要是我的那样的粉丝好朋友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加金 是不是让你可以贪贪 第一波从42块到52块7 光是这样一段几天的时间 价差达到25.5% 然后高档拉回的时候 47块8 我们再度出手 再度买进 你看昨天亮灯涨停板 今天再重新高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嘛 实话说有买有卖才是增获利嘛 不是一档股票 哇爆上去又爆下来 爆上去又爆下来啊 你看市场上有多少专家 股票爆上去爆下来 爆上去爆下来 比比皆是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告诉大家嘛 现阶段啊 内置当家 中小型转机股当道 涨股不涨市的一个行情 你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低进高出啊 才能够创造大财户啊 你要懂得啊 累积小财户啊 蓄积小财户啊 才能啊 蓄积大财户啊 你说是不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老师 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党党股票 你会发现我们股票并不多 我们就这几党的一个股票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创意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一波大涨上来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 价差就达到一张达到47块 高党开心活力换口袋之后 拉回来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担心 哇那下车拉回怎么办啊 那你看我们又 又把他买回来 185又把他买回来 高市里坚市场跟他做分享 很多人都是看到大涨上来说 哇200多块赶快去追 结果下车拉回来你要怎么做 哇赶快不对了 跌破了转落了赶快出 结果往往你这一出又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啊 跟大家来做分享啊 我相信大家都是怎样 都是聪明人啊 包括的一个南电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5G的南方之心 所以就跟他说过了嘛 我说这一档5G的南方之心 有让你探那去酒吧 不只让你探那去酒吧 从12月6号到时候啊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32块半买进之后 紧接着亮灯涨停板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结果12月10号来到40块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你不要再追了哦 隔天如果说你有跟跟着我们的脚步的投资朋友 隔天开高你随便卖随便赚有没有 你就看我那人的我的一个首要 我没有领先市场跟你讲 是不是都领先市场跟你讲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来一回差多少 从32块半到42块 你这样一趟你的一个价差 就足足达到29.2% 将近三成 但是如果你看到大涨才去追的话 结果从42块再一路扎下来 今天盘中最低来到37块7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来一回 真的是怎样差很大 你不要小看这三成啊 一档股票三成 两档股票三成 三档股票三成 你的财富马上就可以翻倍 更何况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个股票 三成五成甚至 七成八成幾乎怎样比比皆是 包挂的一个怎样 包挂的一个建策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建策 我买在什么地方 我买在12月12日 72块半的一个地方 拉回我也跟他做过 军热片的周华建 就是谁就是建策嘛 买进之后 隔天亮天的涨停板 昨天收平板 今天开高 我问你怎么做 很多人呢 可能看到今天开高的时候 很多人要去追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今天开高不能够追 反正今天开高可以高出低进 价超超出 因为你干嘛开高来到前高的一个 心理关卡压力区 他要不要震荡啊 当然要震荡嘛 所以股票不仅是在产业面 你要撩落指掌 不仅在基本面你要撩落指掌 并且在筹码面 在技术面 包括市场上法人的一个心态 你也都要能够撩落指掌 所以今天开高的时候 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要到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获利出一半 你可以看到从72块半到今天来到84块6 这样才几天时间价差又达到多少 16.7%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然后今天算是拉回来 我们是不是又有便宜货可以来低接 这才叫做操作嘛 这才是我们来到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目的啊 你说是不是呢 甚至啊 之前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这样案例啊 超级玛利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KY啊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买在12月6号的一个39块8 大档上来 我也告诉大家我出了 我赚不多啦 5%嘛 我赚不多我这个我要实在实在讲 但是如果你有的人 那我恭喜你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档的有好股票 随时又可能又要再创新高 但是创新高我不是叫大家去追 创新高你自己 如果你有更丹的话 你自己又要懂得怎么样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股票并不多啊 不是共产党的人 派了好几十档的股票 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 要涨银板才拿出来告诉你 那未免也太多了 但是我们股票不多 我们却能够一档接着一档 帮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累积财务 创作财务 这才叫做真本事啊 这才叫做真实力啊 如果说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些股票 党党可以让你开心获利 赚钱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错过了 或者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 一个好朋友们 你也不用去呢 希望接下来老师陆续准备的一个 与大户同行 only run 软男概念股 为什么我叫软男概念股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 那最近大家可能在股票市场上 都很闷 所以接下来老师啊 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就是要来温暖你的心 所以我也特别准备了两档股票 我觉得这两档股票很不错 一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AI界的一个学姐 台北市政府有学姐 我们股票市场上里面也有学姐 这是哪一档AI的一个学姐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我们过去带会员朋友 大壮过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现在机会又来了 还有另外一档就是继加金之后的 黑暗局势 黎明将再升起 你可以看到啊 MOSFIT以及IGBT 强劲的一个需求公布应求 带动整个的一个这样 不论是MOSFIT概念股 不论是加金 这一波的一个营收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再度风云再起 然后这些的一个电芯片 他需不需要金元薄花 那么金元薄花到底要看哪一档 就是这一档黑暗局势 那这又是哪一档 各位介绍投资朋友 你想不想知道 你想不想第一时间就能够拥有 如果说你想第一时间就能够拥有 想要赚第一手钱的投资朋友 来 表股心电力那样的 你就要赶快做加入 这是我们过去啊 这一段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操作的实战绩效 那我想我不用再多说了 那如果说你想把握不想错过接下来的一个难得的一个 连终奖金大红包的一个行情 来AND GOLD99 小写AND GOLD99 标股新天地 赶快做加入 加入标股新天地 就是能够让你看见财务的未来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 没关系你就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我们现在都有专能会来为大家做服务 就祝大家操作顺利 花大宅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